Odia Jungle 是神迹妙算、运筹帷幄的军师,还是勇冠三军、微不可当的武将,在三国时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图片原则网络后期三国归进之后,统一后的西晋王朝并没有像其他大义统王朝那般迅速强大起来,而是很快出现了内乱,让北方的少数民族承虚而入。 我国进入了五湖乱华的混乱时期,然而三国时期的猛将数量众多,为何到了西晋,反而被少数民族进攻的如此狼狈?原因有三点。图片原则网络第一点原因,是西晋的国力衰退过于严重。西晋是我国少有的在统一之后,反而衰退的王朝、司马延上位之后,除了短期的太康之治以外,就开始晕朝百出,不久就出现了八王之乱。 这样的内耗,不仅损耗了国力,同时也损失了众多人才。图片原则网络第二点是少数民族的力量已经不能同日而语。 三国时期,少数民族被完美地防御在国境之外,少数民族就算想要作乱,也只能小范围内地进行,这样骚动会被迅速镇压下去。 到了西晋五湖乱华时期,大量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,局势无法控制,西晋的衰弱无法对全国局势进行控制,导致了少数民族势力的异军突起。 图片原则网络第三点原因在于三国时期,许多优秀将领已经被各种内耗杀得杀,死得死。 等到西晋建立之后,真正有能力的名将数量已经很少了,导致少数民族军队进攻时,西晋无将可用,所以遭到了调打。 图片原则网络